不論是到百貨用券買家電 還是店家到銀行對領方便 三倍券主打好用好刺激 實體券領取突破1500萬人 卻被質疑印製的成本高 浪費公帑 難道現在還有人不知道 三倍券是什麼嗎 為什麼政府現在必須要編列 如此高經費的廣告宣傳費用 以補助的費用計算 一般民眾約2258萬人領 每人補助2000元就高達451.65億 弱勢民眾則有約121萬人 每人補助3000元約36.3億 相加一共是487.95億 我們很多立法人都覺得非常的憂心 這樣子的預算真的是沒有福報嗎 以另外的成本計算 系統開發兌付手續保險費 高達10.6億 實體券印刷6.7億 超商郵局物流費保管費3.17億元 人力支援作業費也要約8000萬 但被點出花費不成比例的 還有行政廣宣費高達1.29億元 經濟部解釋倉部出差交通費 還有同仁開工作會議到半夜 難道不用訂便當嗎 行政費用總共22.56億元 對比馬政府的消費券19.66億 足足相差3億元 總計510.51億元 片面單向比較預算並不客觀 政大經濟系教授林祖嘉 也認為三倍券替代性消費比例高 加上發放的時間晚方式複雜 估計刺激經濟成長的幅度有限 政府美意註後疫情振興 但付出的成本被放大減市 全民關注和實質的效益 能不能成正比 記者是文賢 魏文軒 台北報導